你好,财经揭露 喂,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是讲一下楼市的 因为有个网友有一个留言 也挺精彩的 好,OK,都是荷兰银行 我们比较熟的一个网友 他说同胞在香港买楼 其一,他说大陆人在香港买楼 其一是走钱 其二是升值 现在阿爷看着走钱就很难 这个我也是 地下钱庄应该收拾得九九十十 有什么狡猾其道他都应该查完 你说盖了再起回 有 但是追杀都很紧的 那接着呢,自从是 说起走钱 其实有没有可能现在他们 既然我们香港看得这么紧 有老数的就直接去新加坡 直接去新加坡 人家有什么方法我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传到就说 蚂蚁搬监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在海外 用什么微信支付 支付宝 但是原来那些都被阿爷查的 所以这些 还有没有机会走 我也有点怀疑 但是总之 这个是个事实 还有洗米华 拘捕了一年多 一年前松一点 拘捕了洗米华之后 应该是天落地霍很难走的 洗米华存在就可以 洗米华已经不存在了 OK继续读 至于楼市升跌 首先是看公投 其次是看利率 供求方面明日大婴应该要上马 土地政策已经逆转 除非香港突然间吸引力大爆发 金融业及创科业发威 令到很多人或者高端人财 在香港买楼租楼住 否真的供过于求 楼价只会向下 此外少了一班 国内的地产商来香港炒贵地皮 是 这些都看得很紧的了 你说海航那时候 5年前 这些是不可能的 那时候海航 看回他们那时候 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想他们有些改朝换代 有些东西 是啊 因为那个价格真的很离谱 而他一个人炒地皮 令到全香港的地价上升 究竟 这些是不是他是鸡头来的呢 他就是一个地皮掀起千层浪 他一个人买贵地 就令到呢 就是核背后不知道多少百个多少千个的财败呢 就水涨船高了 就是这些这样的 就是当时你都知道啦 就是可能第一 习近平第一届任期里面 可能某个派别的常委是很多个的 但是去到第二界别的时候 那个跟香港相关的那个派系 就缩到只有一个常委而已 嗯 那些权力是有一些转移的 嗯 去到二十大 甚至那个派别都没有了常委啦 那你说 他们在大陆的影响力 知道将会缩细 那当然就想走资啦 是吧 但是五年前 强行走 走完 现在就被人家 这五年就看到海航 强行要卖所有东西的嘛 嗯 还有那个什么啊 黄建林啊 嗯 他都要在外国买了些什么东西 都要沽回大陆的嘛 是 是 那时候1617年那个 走资潮 走了出去的那些全部 硬要叫回来的 嗯 除非你不要大陆 走不掉那些资产呢 嗯 所以黄建林那些 最后卖了外面的那些 拿回去吧 对不对 嗯 那我继续先啦 好了 此外少了一班 国内的地产商 来香港炒贵利皮 五年前拿过 亦不利于楼价 地价楼价 之前呢 提过呢 香港零售呢 是否可以回复呢 黑暴前的水平呢 香港目前的对手 已经不是澳门 而是日本 南韩 泰国 甚至是 欧美澳 我想他少说一个 是 呃 这个的中国的海南岛 海南岛都是香港的威胁来的 嗯 香港只能做的是 即入的 购物油 或者是博脚 即入购物油 只是大湾区而已 是 是 香港 即是如果住得远的人 下来香港 不如去海南岛 我一直都说 香港呢 一般呢 对同胞的服务质素 硬件 甚至是汇率 不要 不要说和澳门斗啊 和泰国 日本斗都是输硬的 今天香港呢 已经不是当日开放自由行的香港 同胞有大把的选择了 嗯 那 何志刚 那 嗯 即是 荷兰银行说 这一件事呢 真的跟03年不同的 即是03年的香港是比较多元化的 是是是 是 那你有很多不同 你不是一定是大家下来 是 03年都没有港独思想啊 是 港独思想是 2012年出现了DSE 再加反国民教育 黃之锋挖起 就开始有港独了 嗯 普通人是不知道什么叫港独的 嗯 嗯 但是 即是 讲真那句 大陆那时候都是 很多想买的东西 都是 呃 可能大陆的供应不够 要来香港买 这个也是事实 呃 反过来 我又不是看得这么淡 因为 未开关前有这么多走私案 抓到的 亿亿声 又说什么 黑教唱片啊 深容海味啊 嗯 我想都仍然是 某些行业有竞争力的 是 金啊 银那些 香港一定比他便宜的了 下来香港买金啊银啊 买海味啊 买不知道这些药品的东西啊 那些还有的 就是一般而 自由行传统的东西 应该还可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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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真的比不上泰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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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想说的 就是 那天真的 我那天真的 是 是 有些股票就 就 就是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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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有些 迹象 就是 回到2019年前 那种 那种 那 股票永远 也是 在消息没有出的时候 就用来炒 消息实现的时候 这样 就会 sale buy on rumor sale on newer 現在1月8號通關實驗了 明天回來之前因為炒高的股票會不會回套呢 大家拭目以待 這個不敢肯定 這個是一個考驗來的 如果營地真是真的的話 那它回一回又會升 如果是漏的 那就見頂了 其實我們現在距離黑暴前的香港 距離都很遠的 如果它回復不回黑暴前 會不會回復回七成呢 那回復回七成是否還有力去升多 繼續升呢 我不排除 這個是完全計算估值 計盈利計算估值 所以我不排除繼續升 我們不可以那麼灰 因為市場的人喜歡灰 黃絲喜歡灰 我們不可以灰得那麼厲害 因為我們距離黑暴前的香港 都很遠 我們之前升了這六七千點的股市 都沒有追究我們的損失 所以會不會再升多二三千點呢 就算我覺得再升多二三千點也是合理的 我會 升完可能再跌 跌獲金 我覺得這樣 恆辛指數的走勢呢 與香港的零售 能不能夠回到2019年 關係不直接 關係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 全部能夠影響到恆辛指數的大股呢 其實跟這件事都關係不大 是在大陸的 是的 沒有問題就是現在 香港的 美國就是華爾街大臣 香港的就是王后大到中大陣 究竟 怎樣捉這盆大棋 現在我們上到二萬點多一點 應該是市盈率十的了 那十其實 還是稍低的 是 去到十四 就算稍高 四不去到十四 那你就上到二萬五 二萬六 二萬六 二萬七 那邊 所以 所以其實去到二萬八 都不是說沒可能 不過問題就是 是不是一口氣升了 五六千元繼續走下去 這個因為是一個超買的狀態 那 那我們就一於讓子彈飛 看看他走得多遠 最重要 隨時見頂的時候 就是 要沽就沽 要賺就賺 我們說回前半段 他的留言說地產那邊 是 我也覺得他太灰了 荷蘭銀行 我和他不同看法 但我很欣賞他的 因為我認為李家超是親地產商的 就是李家超那個特首政策組 絕對是用回董建華的人 是沒有用過一個梁振英的人 就是親地產商 很明顯 他提到明日大嶼的上馬 你明不明白 上了馬可以很慢去走的 馬好像一隻牛一樣走都行的 明不明白 可能去到明日大嶼 去到李家超 下台 即是2027年的時候 可能填了 兩成海左右 三個人工 填了一個都不頂 填完 填完 那塊地都還是生的 可能這個明日大嶼 開始鑄人 二零三幾年 二零三幾年 為何那些孫都出來了 你明不明白 不要這麼淡的原因是 因為現在這個特首 絕對不是習近平的人 嗯嗯嗯嗯 他說明日大嶼你搞了 楊鳳可以因為的 嗯嗯 北部都會區都說了 郊野公園一寸都不能少 林鄭說 是不是 李家超用光的全部是林鄭的人 嗯 是不是 所以這五年 你留家 地產商如果 我知道很多地產商有很多供應 我也明白 但是 他們有財力的話 又再拖了 軍令地下拖十年了 十幾年都可以 我會覺得 另外一個主宰 這個因素就是 香港人能夠賺多少錢 以及利率做問題 是啊 當然 發展商的持貨呢 就是 當然是 數量是 多了 那 所以 其實 如果 利率不就 也做不到這麼多高端人才出來的話 香港的樓市 都很難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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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實在是 你做按揭又不方便 萬一 美息 美國的利息 不肯回的時候 現在我們三里幾 是偏低的 那 如果要再上一些的時候 那現在的樓價 現在的工作環境 那是不是真的能頂得到呢 因為 之前已經很多人上過了 所以 淡和 旺的因素各自在 怎麼發展 還沒這麼定論 是的 真的 而且 真的 挺 好 例如 我昨天 和一個樓下的 康奸 吹水 他在那些新樓的屋邨中 是的 那些人 很不安理的 那些人 哈哈哈 很緊張的 新樓那些 窩居那些 是的 明白大家 OK 真的 好啊 那 何智光 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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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香港樓市 我想這樣 始終李家超 親近地產 嗯 他們正商一起勾結 嗯 炒多轉上去 不出奇的 我認為這個有可能 但是會不會 美國佬加息 或者其他我們估不到的因素 政治因素 嗯 什麼因素 都好 會 就算他們官商勾結 都推不起市 亦都有可能 這個是不是客觀點這樣說 嗯 他們官商勾結 想推起樓市 嗯 是吧 他們 縱良聯行 或者很多人 罵香港政府要切辣椒也好 習近平是不會讓他切的 嗯 切辣椒 樓市一定會倒 是 嗯 不切得的 嗯 嗯 但是 我自己看就是這樣 就是 香港政府不會切辣椒 但是他們也是親地產商 就是李家超加 贏家 家去的班底 嗯 不親樑陣英 絕對不會在家去公園邊城用地建屋 絕對不可能 以5年 未來4年多 嗯 你說北部都會區,那用什麼速度去興建? 北環線都還沒開工 說回事實而已 所以我覺得荷蘭銀行偏淡了 過了李家超之後,開始危險 2027年之後,樓市會不會真的逆轉呢? 開始慢慢跌呢?不敢說 好嗎? 好,OK,好,那何志哥 不是投資意見 投資意見,純粹出手 好,拜拜